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欧,欢迎来到东坡邦 相信喜欢都市传说的朋友们肯定听说过美国一个都市传说瘦长鬼影Slanderman 听说只要有Slanderman出现的地方,就会有小孩子无缘无故的失踪 而Slanderman的形象是一个十分高大细长的无脸男 身体与四肢不成比例,胳膊会超过膝盖 没有五官,没有头发,头部像是被套上了一层白色的面罩 在黑夜中Slanderman可以从背部长出来多个胳膊或者叫触角 而当他要张嘴时,脸上就会出现一条非常大的长长的裂痕 形象十分恐怖 Slanderman受传鬼影,他会无缘无故的盯上一个人 如果这个人是小孩子的话,他会故意示好 然后在旁边默默的注视观察着你 直到几天之后,这个小孩子从世界上消失 而如果Slanderman的目标是大人的话 他就会花上很长一段时间来跟踪这名受害者 而在这期间,大人会出现流鼻血,做噩梦 或者出现幻觉等症状 很多人把这些症状叫做Slander Sickness 相传Slanderman他杀人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些人说他会在梦境中杀人 有一些人说他会控制人的思想来教唆别人杀人 但是有一点是公认的,只要被Slanderman给盯上了 你就很难摆脱 在2011年有人上传了一段拍摄由俄罗斯莫斯科的夜间影片 一个四只很长的怪物在一个小区的楼房里肺炎走壁 在网络上还有另外两张疯传的照片 其中一张注视写着 我们不想走,我们不想去杀他们 但是他们一直保持沉默 并且惊悚地张开双臂,同时安慰着我们 落款是1983年未知摄影师推定以死亡 另外一张照片旁边写着原版的Slanderman照片 从斯特林市图书馆火灾中回收的照片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被拍摄日期正是这14个孩子消失的那一天 照片中细长的人被官员们称作胶片缺陷所引起的变形 一个星期之后在图书馆发生火灾 实际照片被没收作为证据 1986年拍摄,摄影师Mary Thomas于1986年6月13日失踪 而这两张照片就被很多网友称为是世纪悬案 随着越来越多关于Slanderman的影像、照片以及资讯 在网上传播开来,都市传说愈演愈烈 人们开始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在睡觉的时候 窗外有人在默默注视着你 你有没有在经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 感觉树枝中间站着一个人 可仔细去看,那个人却消失了 你有没有感觉你在走夜落回家的时候 突然感觉浑身不自在,像是有人在尾随着你 小新,你可能已经被他盯上了 2017年1月23日 HBO播出了一个纪录片,名字叫做小新受传鬼影 是根据2014年5月发生在美国 威斯康辛州瓦克夏市的一个真实案件拍摄的 而这个案件随后又被人们称作是受传鬼影次人案 在HBO这个纪录片播出之后 Sylenderman受传鬼影的都市传说就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了 2014年5月31日 美国威斯康辛州瓦克夏市的两名12岁女同学 摩根和安妮莎 他们两个人在放学之后对自己的同班同学佩顿实施了暴力 用小刀对佩顿连筒14岛 案发地点是一个小树林 幸好佩顿被一个骑自行车经过的路人给发现了 及时送往医院抢救 才留住了一条命 这个案子当时震惊了美国社会 而随后随着警方的调查 真相却更加让人瞠目结舌 摩根和安妮莎竟然跟美国的警方说 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 就是为了向受传鬼影 Sylenderman表示他们的忠诚 如果他们不对自己的同班同学佩顿动手的话 Sylenderman就会危害他们全家人的性命 这两个12岁的小女孩说 他们在Creepypasta wiki这个网站上了解了 关于受传鬼影的一切 并且认识了一个叫做受传鬼影代理人的人 而这个受传鬼影代理人 专门负责在全世界各地 搜罗受传鬼影的信徒 如果信徒不按照受传鬼影的指示 做事的话 受传鬼影就会杀害他们的全家 摩根和安妮莎说 受传鬼影并没有指定让他们去杀谁 只是他们觉得 如果这样做的话 就可以表达他们对受传鬼影的忠心 于是在一天放学之后 这两个小女孩就将同班同学佩顿 约到了学校附近的一片小树林里面 开始了他们的暴行 佩顿立刻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幸好她撑着最后一丝力气 爬到了树林的边缘才被人发现 警方很快就抓捕了摩根和安妮莎 几乎没有费任何力气 因为都是同班同学 而佩顿很快就指认了他们俩 按照美国维斯康辛州的法律 年满12岁的人 就可以被按照成年人来进行审判了 也就是说摩根和安妮莎 他们两个人可能面临着 最高65年的监禁 然而在审讯的过程中 警方却渐渐发现 这两名女同学 她们精神方面有严重的问题 他们两个人跟警察说 他们俩是受伤鬼影的毒仆 而受伤鬼影 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他们 无处不在 甚至在审讯室里面 这两个孩子说受伤鬼影 就站在他们的身后 在庭审的过程中 这两个女生还出现了 一系列的身体不适状态 虚脱体力不支 甚至最后还晕倒 2014年12月19号 法庭宣布休庭 到2015年8月 这两个女生的身体恢复之后 再开庭 在8月的这次庭审上 法官认为 这两名女生的年龄 已经可以按照成人进行量刑 并且要分开审理 两个人的审理日期 分别是2017年9月和10月 最终安妮莎被判定为 二级谋杀未遂 而且被诊断 拥有抑郁症 妄想症和精神分裂等 严重的精神疾病 考虑她在作案时期 有严重的精神障碍 安妮莎最终被判在 一家精神病医院 服刑25年 直到她37岁为止 而摩根被判定为 一级谋杀未遂 被判定在精神病医院 服刑40年 这样一起悲剧呢 实际上只是 Slanderman有关的 悲剧中间的一件 而随着这一些悲剧 和谋杀案越来越多 Slanderman也引起了 大众的注意 这样一个受伤鬼影 它事实上 真的是存在的吗 说到Slanderman的真相 那么我们一定要 追根溯源 找到Slanderman 第一次出现 是在什么地方 这种没有五官 四肢细长 身材不成比例的怪物 第一次出现 实际上是在 2009年6月10号的 一个论坛上 那这个论坛的名字 叫做可怕的东西 Something Awful 是1999年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 李查德的人创立的 一开始 这个论坛实际上 就是一个博客 但是在1999年的时候 互联网上的信息 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后来随着时间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创作者 加入这个 Something Awful的社区 贡献更多 新奇有趣的内容 到了2003年 这个博客就正式改版 成为了论坛 而这个论坛的知名度 也是越来越高 后来还被列为 影响互联网文化的社区之一 大家别看这个论坛的名字 起得比较吓人 实际上它的内容 并不是专门讲吓人东西的 上面是以恶搞 和幽默的内容为主的 早期在这个论坛里面 也聚集了大量的 PS的神人 而这个论坛 你有时候没事去逛的时候 也能发现不少 让你喷饭的内容 那铺垫完了 咱们就来讲讲 Standerman它的起源究竟是怎么样 在2009年6月8号这一天 在Something Alpha这个论坛上 有一个ID 在创造自然这个板块里面 发了一个帖子 那发帖的这个人 大概意思就是说 他自己非常喜欢PS 然后去创造一些有的没的 以假乱真的超自然图片 然后还喜欢在这个图片旁边 配上一段非常吓人的文字 当然大多数情况下 这个文字都是虚构的 那说败就开始发动大家 发挥你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搞一些事情出来 之后还给了两个专业级的tip 那就是说 首先你在PS恐怖图片的时候 导出最终图片之前要调色 尽量让这个黑白色 有些失真 其次这个画质 不能保存的太好 要不然就没感觉了 相信说的 肯定很多人都明白 为什么我们看到了很多恐怖 灵异的图片 或者是影像资料 它都不是高清的 那这个帖子一出 就有很多人来跟帖 各路大神施展自己的才艺 就在两天之后 6月10号的时候 咱们Slenderman 受场鬼影就诞生了 一个ID叫做 Victor Surge的大神 及PS高手 就发了两张照片 而这两张照片 就是咱们一开始 视频里给大家看的 这两张照片 在这两张照片旁边 当然就配上了 一开始我给大家念的 那两段文字 包括第二张图片里面 配的这个文字 说照片里这14个孩子 失踪 摄影师Mary Thomas 也与1980年6月同时失踪 当然这些文字 也都是为了营造 效果纯属虚构的故事而已 由于这两张照片 PS的水平实在是太高了 那在照片旁边 配上那两段文字 也足以以假乱真 让人背后发凉 那就有很多人 在转载这两张图片的时候 无意或者是有意的 去省略了这个图片的出处 以及当时的创作背景 这就导致这两张照片 成为了一起世纪悬案 而随后随着 以Slenderman为原型的周边 和作品越来越多 这个细长的鬼影 就成为了美国的一个 著名的都市传说 而这位PS大神 Victor Serge 自然而然也出了名 他的真名叫做 艾里克·克努森 之后还有人专门 对这个PS大神 艾里克·克努森 进行了采访 在采访中 艾里克承认说 他自己从小就喜欢看一些 灵异恐怖故事 而且他在创作 Slenderman的时候 当时正在玩两款游戏 寂静岭和生还危机 他曾经尝试 在这个游戏里面 去截取游戏里面的一些形象 PS到照片中 可是尝试了很多次 效果都不是很好 一看就是假的 后来他在渐渐地意识到 那种隐藏在黑暗中的 无形的恐怖事物 没有脸 没有具体的形象 没有特征的玩意 才能最引起 人们对未知的恐惧 然后再配上他图片旁边 那两段文字 让人背后发凉的恐怖故事 效果妥妥的 但是艾里克在 创作Slenderman形象的时候 没有想到这两张照片 最后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甚至还酿成了极起悲剧 在采访中 艾里克也表示说 他对威斯康辛州 发生了受伤鬼影刺人案 表示深深的悲痛 同时也对受害者 戛然表示深深的同情 而在美国威斯康辛州 发生了这个著名的 受伤鬼影刺人案之后 Creepypasta wiki这个论坛 就被威斯康辛州所有的学校给封锁了 那事后呢 Creepypasta wiki这个网站的 管理人员也站出来道歉 并且澄清说 受伤鬼影刺人案 只是一个个案而已 他不能用来判定 Creepypasta这个网站的好与坏 虽然说Creepypasta网站上 有很多关于恐怖故事 灵异 以及都市传说的内容 但是网站上也有明文规定说 关于谋杀与邪教仪式 一切的内容都是被禁止的 在2014年6月13号到14号 Creepypasta社区的成员 举办了24小时的直播 为这几次伤案的受害者进行募捐 所以很多恐怖啊 灵异故事 尤其是都市传说 听起来非常有意思 但是你如果真的误听误信的话 很可能会造成悲剧 好了 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别忘了帮我点赞评论和转发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镜与点点栏目